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整面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 欢迎收听圣经好好听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是 《铁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 开始咯 弟兄们 轮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我劝你们 无论有灵 有言语 有冒我们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人不拘重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拦阻他的是什么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 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步伐的隐意 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 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那时 这步伐的人 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 要用口中的气 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他 这步伐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信各样的义能 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 在那沉沦的人身上 信各样 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灵受 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 生发错误的心 就他们信从虚谎 是一切不信真理 到喜爱不义的人 都被定罪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他从起初 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 照你们到这地步 好得找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所以 弟兄们 你们要站立的稳 凡所领受的教训 不知是我们口传的 是信任写的 都要坚守 但愿我们主 耶稣基督 和那爱我们 开恩将永远的安慰 并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 兼顾你们 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边结束了 下次 要记得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哦 拜拜